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到现在还是不能自由转换部主 他们到现在还是要受到国内外的仲介的双重剥削 他们到现在23万的家务移工都没有劳动法律的保障 已经25年了 我们要问为什么这些与政策息息相关的移工 这些可以说是受害受压迫最深的移工 却在这些政策的制定跟改变上完全没有参与的权利 他们没有参与没有办法改变这些政策 他们没有政策的决定权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立法院前面 我们要来预告台湾移工联盟 要在9月17号推动一个史无前例的模拟移工公投 好这是由台湾移工联盟举办的模拟公投 移工公投 总共有三个题目 第一个是你同不同意家务移工应该要有劳动法律的保障 因为我们知道家务移工在这25年来 从来没有过有劳动法律保障的时候 他们到现在还是365天24小时必须待在故独家劳动 所以我们要来问 这些移工是不是同意这样子的一个政策 第二项是你同不同意废除仲介制度 强制政府对政府的直接聘雇 当我们在说废除仲介制度的时候 有很多仲介都会说 我们这些仲介其实都是来帮移工的 如果移工如果没有仲介的话 他们没办法生活 没办法工作 没办法跟雇主沟通 那我们今天也要来问问 移工们的意见 仲介到底是剥削他们的人 还是真的是帮助他们的人 那再来第三项 移工应该可以自由总和雇主 这一项也是因为就业服务法 53条的规定 导致自由总和雇主这么基本的劳工权利 长期以来移工都没有 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来问 移工是不是 你同不同意移工可以自由总和雇主 这三项移工政策 可以说是这25年来 压着移工最重最深的三个移工政策 所以我们要藉由这三个移工政策 来让移工自己能够表达一件 那当然不只是移工 不管你是不是台湾公民 我们都欢迎你 一起来采取这场移工公投 我的阿姨 我的表面总是在台湾工作 他们还是没有在劳机发泡放 而在实际上 我作为压着移工 我的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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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21,000 但 那些务职 和那些务职 只有$17,000 我说在工商工作 我的薪金 是$21,009 在看护工的话 他们的移工工 是一万七而已 我们要求 那个总结要绩效 然后我们要 我们全部要破册 就是 政府和政府 之前评估 我们来台湾 这一年 都为了付这个中介费 我们来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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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我们的情况下,他们不是我们的保护, 但他们保护我们的旁边的公司。 我在工作,我的中间每个月都是一千八, 然后他们没有保护我们,保护我们的故事。 第三个,我们想让每个人,每个人, 我们想让我们选择一个好职业。 如果我们现在在我的情况下, 我们现在有二十八菱的人, 他们已经有问题在我们的公司。 他们没有购买我们的职业, 我们已经经历我们的职业, 而且宪厅的状�が逃中, 而我们已经有一天三周, 但我们就可以找到另一个职业, 因为我们的职业他们坚持的职业。 现在我们二十八个人在庇护重新。 因为我们的那 buyers有问题。 所以我们要求, 我们的二十八个人就是他们的家帮费啊, 他們的被雇主傳播被打被abuse 所有的事情那個雇主也對他們不好 所以他們需要私有傳聞雇主 所以他們可以照顧好好的雇主 我們在我們的網路上發佈這個所謂移工公投的消息的時候 第一個時間就有很多不管是雇主或是仲介 或是台灣民眾 他就在我們各個團體的那個網站還有粉絲頁下面留言說 你們這些外勞憑什麼參與公投 或是你們這些外勞憑什麼擁有政治權利 或是你們這些沒有公民身份的人 你們不是台灣人 所以你們沒有資格在台灣的土地上跟我談這些權利 那我們要說齁 這件事情就是我們想要透過這個移工公投的行動 我們今天發起這個模擬的公投的行動來突顯的事情 就是我們不管是本國級勞工或是外國級勞工 或是這些東南亞移工 我們都是在台灣付出我們的勞動力 我們在台灣生活 我們都是在台灣付出貢獻的人 但是為什麼今天要以這個所謂公民非公民的這個框架來決定你有權還是沒有權 那我們也有聽到一些人在講說這些外勞他都可以上街遊行啊 你看他今天還可以來參加記者會 他禮拜六禮拜天他也在台北車站席地而坐 他們也可以辦活動啊 他們也可以罵政府啊 他們也有自由表達自己意見的權利 沒有錯 自由表達自己意見的權利 言論自由也是政治權的一環 但是我們要說 這個言論自由 他是否可以充分被展現 還是他只是一個被限縮的言論自由而已 你今天走在街頭上你出來抗議 你是一個東南亞籍的藍領外勞 警察就可以隨隨便便看你的居留證看你的證件 看你是不是逃跑勞工 是的話他就可以直接把你抓進去走用水 抓進去移民署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一個台灣人 你是一個白人 請問警察走在路上或是在這種記者會的場合 他會隨隨便便看你的居留證看你的身份證 問你是不是才很好的嗎 這個訴求並不是一個誇張的荒唐的要求 在全世界越來越多的國家 以歐洲為例 不論是丹麥 瑞典 挪威 芬蘭 各個國家早就在20年前 就已經把住民沒有國民權 但是他是住民在這個地方長久居留 三年這麼久的時間了 都可以納入他們地方選舉的投票 甚至被選舉權 選舉被選舉權在地方層級 保障住民已經是全世界的趨勢 紐西蘭也是如此 甚至跟他報告 跟我們臨近的競爭對手 韓國 對於居留滿三年以上的永久居民 他儘管還不是韓國人 也一樣擁有參加地方選舉的權利了 台灣號稱是所謂什麼亞洲進步的民主國家 我們卻連這樣一點點應該要有的包容支持 我們都不願意給予嗎